所以他这里讲 处受爱取 后面是什么 有 那我们刚才讲 有就是什么 有又是出现 有就三有 欲有色有无色有 假设你又来做人了 这个有又变 怎么样有 这个就是有 世明色就是有 这个是现在的有 这个是未来的有 这个是现在的生命 五蕴身心 那未来的五蕴身心 不一定是五蕴 但是有未来的生命 又变成未来的生命 也许是欲界 也许是色界 也许是无色界 未来的 那未来他就会聚集 有这个业力 有这个潜力 他就会出生 又变成这个五蕴 如果在做人的话 又变成五蕴 那这个有 他这个有是这里 就又开始有业 开始有业 那么形成生命的 形成生命的有 形成生命 就是你有那个潜力 有那个动力 有那个业力 那么你就会又出生 那么你 因为你是欲有 你就出生为异界 你色有 你就出生在色界 那么生之后又有老死 所以最后面是什么 死老死 幽悲劳苦 那生跟老死之间 又有幽悲劳苦 所以缘起最后就是 生老死 幽悲劳苦 好 那他就是这样 那你看这个就是树的说明 从前到后 这个业 因为这个 所以有这个 因为这个 所以有这个 这个是他造业的六路处 这个是五蕴 这个是六路处 所以佛陀 运相应 五蕴 六路处 那么缘起相应 最重要阿安经就讲这三个嘛 运相应 讲五蕴的状态 处相应 讲六路处的状态 六根的状态 缘起相应 缘起四地 放在一起讲 都讲这个 那么在这里 处受爱 在这里 一般是在这里修行 先在这里 然后在这里绝察 那么不让他进入取 因为你观念正确 你有证件就没有见取 你有证件 你有证件 你就不会有见取 戒进取 不会有 你不会非因计因 非果计果 你不会非法说法 法说非法 非律说律 你不会非法说法 这个佛法不是这样说的 你却这样说 佛法不是这样修的 你却这样修 那就是在这里 这非法说法 这样的殊胜 并不是佛法讲的殊胜 有神通就是有修行 不对 神通不一定有修行 那么非法说法 法说非法 非律说律 这里见取最重要是 非法说法 非律说律 见取最重要就是 非因计因 非果计果 非果计果 这样不是涅槃 你却认为这样是涅槃 非果计果 那因为你非因计因 非法说法 所以你就不能真正 去掉真正的因 你没有真正的方法 去去掉真正的因 生死因苦因 就是我见我爱 你没有办法 其实这样 好 那 所以爱取有 之后就有生老死 那这个很明显的 就是竖着说明 就这样下来 所以缘起 是竖着说明 好 那这个 我们把它擦掉 你要知道 好 那现在我们四地 佛法就三个重点 它的核心 一切贤胜皆以无为法 二有差别 你生死的真结 是我见 那么解脱的关键就是断我见 就无我 那但是 但是 那你怎么样 就是你怎么样断我见 你怎么样正无我 就问题在这里而已 那所以这里是 这个叫做生死流转 缘起里面就叫做什么 持有故彼有 那么 讲详细就是这十二支 简单讲可以讲十支 从事开始讲就十支 或是讲货业苦三支 这是最简单的 那一般我们说 这里 是明显 无明行事 那么这里 就是我们讲生死流转的 一个根本 流转的根本 就是主要是一业有轮回 那么这个是造业的 这个叫做逐物流转 在这里 爱取有生老死 就变成逐物流转 那这个叫做促进细心 如果 依应顺导师说的 明显六路促受爱 促受 这个叫促进细心 爱取有生死 是明显六路促受 这个叫做促进细心 这个心在这里 这个静在这里 六路六路促 那这五印六路 五印六路 这个叫促进细心 促进细心 凡夫圣者都会 凡夫圣者都一样 那不一样的在这里 有没有起烦恼 那你如果在这里就觉察 你就不会在这里起烦恼 你如果在这里就觉察 你接下来不管苦受热受 你都不会起烦恼 那你在苦受热受起烦恼 你如果能够觉察 你就不会进一步 你有苦受有热受 你能够觉察 你也不会起烦恼 那么起烦恼呢 你能够觉察 你就不会进入到取的阶段 其实就在这里而已 这重点都在这里而已 促受爱 那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逐物流转 这是应尊导师说的 逐物流转 物就是境界 就是逐境流转 就生死流转 那么先有烦恼的流转 才会有生死的流转 那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流转的根本 轮回的根本 这个是生死根本 无名行事 这个是跨越促进细心 从过去生到这里 那这里是从这里 这里开始 出收 这里 这出去促进细心 然后这三个 它是生死根本 流转的根本 是轮回的根本 生死的根本 造业的根本都在这里 那这个是我们所谓的缘起 十二支 好 那如果看 如果四地它是这样 它最后就是苦 最后一个就是苦 生老死 幽悲老苦 这我们讲过 它最后就是苦 生苦辛苦 幽悲老苦 它一定是苦 老病死 幽悲老苦 好 所以这个就是苦 那么一次又一次的受苦 这一生里面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受苦 这一生死了 到下一生 又会一次一次的受苦 所以轮回就是什么 一次又一次的受苦 那每一次里面 都一次又一次的受苦 不同的苦 那所以轮回 这个是轮回根本 那这里是讲缘起 轮回 我们说的轮回 就是不断的在重复 生死不断的在重复 问题是生死之间有苦 所以它先一世又一次的受苦 那即使你生到非想非非想 你也有辛苦 一世又一次的受苦 就一生又一生的受苦 一世又一次的受苦 那每一世里面 都一次又一次的受苦 或者辛苦 或者辛苦 种种的苦 或者怨政慰 或者爱别离 或者求不得 这个就是轮回 所以为什么要解脱 因为我们不想受苦 纯粹只是这样 所以它重点就是苦 重点就是苦 那苦从哪里来 苦从业来 那什么是业 业在这里 爱取有 这个就是业 这个就是业 一业有轮回 一业有轮回 一现在造的业 一现在造的业 爱取有就是一 现在造的业 这一生 现在这一生所造的业 所造作的业 或者善业 或者恶业 善业就在三三道 恶业就在三二道 杀生业就短命多兵 布施业 布施业就富贵尊荣 那么这个不一样的业 那么有饮业有满业 那么饮业就引申你到三三道 三二道 满业就在三二道里面 看又不一样 一样是做狗 被英国女皇养到 跟被那个屠夫养到 它是不一样的 那么是流浪狗 还是这个皇宫里面养的狗 那是不一样的 一样是做狗 一样是做牛 那么你在中国做根牛 在美国做肉牛 在印度做神牛 那个待遇是不一样的 那个叫做满业 有饮业有满业 那么但是都是有绅士 所以这个业是在这里来 这个苦 苦是因为业 那这个又是苦 这个五蕴生 生死它就是苦 所以有阴有缘世间极 这个叫做五蕴世间 佛法叫做有阴有缘世间极 五蕴里面的身心 五蕴世间 那就是苦 那么苦又因为苦而造业 现在的业 这个是过去的业 这个是业 因为过去的业造作了现在的苦 现在这个生命 这个是生命 这个是五蕴生 所以叫世间是苦 因为过去的业 造成了现在身心的生命 那身心生命里面有苦 现在这个身心又造作未来的业 那未来的业又受苦 那起烦恼 爱取 爱取有 起烦恼 起烦恼造业受苦 所以就变成什么 这个苦 这个是吉 这个苦从哪里来 你看这个都是苦 这个都是苦 现世的苦 这个是现世的苦 这个是来世的苦 过去的苦不见了 但现在有苦 那么现在又造作未来的苦 那么你一定要先 苦一定有苦因 叫做吉 这个叫做吉 那么这些苦是从这里 这里就是吉 那么以这个为因 出售爱取有 爱取有是吉 那又造成未来的苦 这个是苦因 就有因有缘 有因有缘 世间吉 有因有缘 世间吉 那么变成这样 所以又成年这个苦 这个是苦因 这个是苦因 吉就是苦因 他叫做苦因 那叫做什么 苦果 这个是苦果 苦果必来自于苦因 你现在的身心 必是一夜而有 那夜是从烦恼来 所以吉是什么 烦恼跟夜 那么那你现在又起烦恼 又起烦恼 又造业 所以你又会感召 未来的生死的苦 这个是苦因 这是未来的苦因 苦因 未来的苦因 是现在造作的 那么形成未来的苦果 这个就苦果 就是变成这样 就苦吉 那么你要离苦 你要离苦 刚才我们讲 要发出离心 你要灭 你要灭苦 灭就是灭苦 我不但要灭未来的苦 我还要灭现在的苦 过去的苦没有了吗 没有 我要灭的就是现在的苦 那么也要灭未来的苦 所以灭就是什么 灭苦 那你必须要怎么样 你必须要离见起 借近起 你不能法说非法 非法说法 你不能非因即因 非果即果 那么你要 你要有趋向解脱的意愿 你还要有相应于解脱的行为 你还要能得到解脱的智慧 跟能力 那么你才有办法离苦 所以他必须要有什么样 要有灭苦之道 要正确 要合理 要适合 灭苦我们说 修行基本上 第一个 要掌握三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正确 有很多种方法 但是这个方法首先要正确 那么这个就是道 道就是什么 灭苦之道 灭苦之道 那灭苦之道 它重点在掌握三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正确 我们说要先正确 方法要正确 理论要正确 目标要正确 那么要先正确 那么方法有很多种 要适合 这些要适合你 你的体质 那你称心重的人 你就不要修不敬观 你要修慈性观 你贪心重的 你要先修 先修不敬观 你不要先修慈性观 那贪又重又慈 那么你就可能更重 就是你要看你适合 你的习性 那这个虽然是正确的 就你的身体不适合吃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没有毒 本身没有毒 但适合你吃 佛法有很多种 那所以第二个要怎么样 要适合 那么第三个 一旦正确适合 你要坚持 要怎么样 要落一日落二日落三日 要让它纯熟 相应 纯熟到问题解决 第一个你这个药真的能够治你的病 也适合你 那么你就要一直吃 吃到病解决 没有病 完全康复 你才可以停止 那Jesse就是这样 修行就是这样 那么从这个三个原则里面来讲 那么从他的次第来讲 从他的这个所具有的 就是你要具有 第一个你要有趋向解脱的意愿 这个叫出离心 第二个你要有相应解脱的行为 这个叫出离心 那么这个行里面 他要有具有出离苦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他就包含三个特质 那三个特质 戒定慧 他就包含 灭骨之道里面一定包含 所谓的戒定慧 这个是一般的说法 就戒定慧 那么因为苦是来自于业 业是来自于烦恼 烦恼最主要是来自于无名 就是无知 所以慧是最重要的 慧就是明 慧是最重要的 那么能够断除烦恼 能够不起烦恼 这个是最主要的 起了烦恼能够觉察 能够调伏 能够控制 你凭什么能够觉察 你的心安定稳定 你才能觉察 那么这个所以 这个就是控制烦恼的能力 你能够控制烦恼 你能够调伏烦恼 你能够不起烦恼 不断除烦恼 这个是能够断除烦恼 最主要就是能够断除烦恼 那么断除烦恼之后 没有烦恼 你不起烦恼 或是你不起烦恼的能力 基本上就是戒定会 那么等到你 等到你烦恼断除 你就得解脱 解脱因为你没有烦恼 你就不起烦恼 他就是解脱 你都不会起烦恼 那个就叫做解脱 内心中没有任何烦恼 不起烦恼 不起烦恼之后 你就能够什么 能够超越烦恼 断除烦恼之后能够超越 一切烦恼都不起 一切烦恼都不起 不是这个烦恼不起而已 那么比如说三国把玉滩断掉 他不起玉滩 但是他会有涉滩 那一切的烦恼都不起 那个就超越了 就真正的解脱 就一切烦恼不起 那你单单断一个两个三个 后面会讲出国二国三国断恼烦恼不一样 他也断烦恼 但是他没有断一切烦恼 所以这里苦极灭到就横着说 横着说就是四地 竖着说是缘起 那么所以我们说把他这里叫做横着说是四地 就是他的纲要 横着说就是把这里最重要的苦 急 然后你 缘起这个是流转的 原无名有形原形有势 原势有名色原生有劳劳 无名灭则行灭 行灭则事灭 事灭则名色灭 乃至生灭则劳死灭 就讲这个 所以这个叫做有因有缘事间急 那么无名原行 远无名有形 这个叫做有因有缘事间急 无名灭则行灭 这个是有因有缘事间灭 急跟灭 急 有因有缘事间急 这个是因 这个就是果 苦因苦果 有因有缘事间灭 灭必须灭苦因 灭苦因才能灭苦果 灭苦果的正确方法叫做到 其实都围绕在这个里讲的 那么灭是为了灭苦因 灭这个急 灭这个业 灭这个烦恼 灭这个无名 最重要是无名 所以无名灭 则行灭 一直到苦灭 所以灭苦之道 就叫做 灭苦之道 灭就是八正道 就是这里讲的界定位 所以从这样讲 它叫做横着说 从这样讲叫做竖着说 好 那这个是四地 缘起是竖着说 那么四地是横着说 刚要信着说 那中道是处中说 我们这样讲 就是这里是主要的 缘起 四地 中道 它的核心都是什么 无我 那这是佛法核心 那这个是导师讲 它是竖着说 竖说 就我们解在这里 就述说 刚才我们讲 为什么叫述说 这个叫横说 这个叫储中说 这个不是折中 叫做储中 储中说 佛储中说法 这是阿含经里面的 它就是离两边 离两边 中正如实之道 这个我们上次已经有讲过了 那么离错误的两边 错误 离一切的错误 中道就是离一切的错误 就是正确的 一切的错误都远离 就是正确 一切的烦恼都消除 就叫做解脱 一切的苦都没有 就叫做涅槃 其实佛法都常常这样讲 一切的错误都没有 那个叫中道 正确的道 一切的烦恼都没有 那个叫解脱 没有一切烦恼的束缚 一切的苦都没有 那个叫涅槃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中道离两边 这个是两边 两边就是错误 离一切的错误 那么两边不坏就是长段 长跟段 有跟无 身跟面 这种种 我们叫做八部中道 有无里面 应该是这样 有无以有无 有跟无为主 正见世间几不生世间 无见 正见世间灭不生世间有见 那有跟无在阿含经里面 不是阿含经 在波罗经里面 他讲话讲叫生跟灭 那么另外有所谓的阿含经里面 除了有无之外 那么有长段意义来去 长跟段的两边 急运我离运我 长段意 命与生意 命与生意 那么来去 那么佛陀灭 那么存在不存在 有没有什么来有什么去 那么这里 我们就把它叫做八部中道 那么八部中道 其实就是离去一切的错误 一切的错误从这里来说 基本上是这样 那种瓜就是这样 那这个叫做楚中说 好 那这样 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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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想要讲的 大概就是讲这样 那就是缘起四地中道 好 那现在来看课本 好 那现在来看课本 他说 一缘起 或四地而修行的 我只是要解释 缘起四地中道 让大家更明白 那么在家出家的佛地子 次地进修 次地 前面有讲到七车经 也是次地 那么佛讲到次地 修行 部派把它列出来 大概 主要的 就叫做三十七道品 就次地修行 这个我也再讲一下 这个我也再讲一下 因为这里书还没讲到 次地的修行 修行的次地 其实也蛮多的 那部派列的基本上 就是 部派把佛陀常说的 七列 就叫做三十七道品 那其实不止三十七道品 三十七道品里面 主要是 三四二五一七八 三四二五一七八 三四三个四 我们就这样念 三四二五一七八 就只这样 三个四二个五 那七跟八个一个 就简单啦 就二十五个 四念初 四的有三个 四念初 四正秦 四如一族 这个就是一个口诀 就很好背啊 四念初 四正秦 四如一族 五常经里面也有啊 三四二五 四如一族 五五 这三个四 这个是三个四 二五两个五 五根五立 这个都是修学的次第 五根五立 那么 一个七一个八 七觉知八正道 这个是 这个是部派把佛陀常说的列出来 那其实不止这三十七道品 还蛮多的 十二嘛 三四十二嘛 这里十嘛 二五得十嘛 这里十五嘛 七加八十五嘛 加起来就三十七嘛 二十二三十七嘛 我们叫做三十七道品 那其实除了三十七道品 还有很多的 阿纳利有八大人卷 那么有七圣禅 有四玉流之 有三五肉血 可多啦 不止这个哦 三五肉血 四玉流之 那么七圣禅 有八大人卷 像前面的七车经 它也是七的次第 那么这个 这个 还有八大人卷 阿纳利的八大人卷 那么 就 其实加起来 如果真的要算不止啊 但是这 这几个是 部派里面认为佛被常用的 那么把它列出来 这个就是修行的次第 四玉流之也是啊 三五肉血 四玉流之 七圣财 七车 那么这个是前面里面七车经 两面讲七个次第 那么也是一样 那都是次第增进的 那我们说 这个次第修行 那次第进修到达就近解脱的境地 分为四阶 那这个是最主要的分法 分作四阶 再简单就分成两阶 叫做什么 有学跟无学 这详细分就更多了 详细分就 四阶里面还可以分 变成八倍 叫做四双八倍 那更详细分又有 有很多 阿罗汉又有分 阿罗汉又有分 会解脱 聚解脱 三国又有分 这个种种的不同的 这个涅槃 又分非常多 那简单讲就是分四间 分四间 那再多一点就是八倍 就是每虚头环前面有一个虚头环像 每一果都前面有一个像 所以 那我们来看 四果是虚头环叫做入流 入圣流 凡圣的差别就在这里 那你看虚头环等一下后面会讲 我看有没有讲 没有 虚头环本身是断什么烦恼 断三结 就写一下好了 因为他这里没有写 这里没有写 我们就把它写一下 重点是要让你们非常清楚 我们不是急着要把什么东西说完 讲完 要你们记得清楚 对你们有作用 对你们的修行有帮助 对你们有启发性 那个才比较重要 要不然你就是把大神经堵了 那没有达到那个启发智慧的作用 没有达到那个清除明白的作用 那个也没有意义 出果 恶果 三果 四果 那有些在前面会有个四果相 前面就有个相 三果相 俄果相 俄果相 俄果相就是像俄果 出果相相出果 那么有时候这个也列入圣者 照理讲要正出果才是圣者 那么这个叫做入流 入流就是这个流是圣流 圣者之流 圣人的流泪 圣人的流泪 进入到圣人的流泪 三界九流的流 这一类 那么叫做入流 进入圣人流泪 所以已经不是凡夫了 就是入流 那么入流他断的烦恼是断三界 一定跟他的断烦恼有关系 圣人跟凡夫就是有断烦恼没断烦恼 断烦恼的差别而已 这个是断三界 三界就是身见借尽其宜 应该这么说 他最重要就是断身见 三界最主要的就是身见 最主要是身见 那么身见要断 身见要断 臂蝶要断 臂蝶要断 借尽其宜跟疑 应该这样写好了 身见是最主要的 这个是最主要的 但是要断身见 臂蝶要断借尽取见跟疑 借尽取见要断 借尽取一定要断 借尽取 非因既因非果既果 那么疑 疑就是什么 对四地不明白 对修行的理论不明白 疑 疑就是什么 疑四地 四地不确认 不确认四地的缘起的道理 那么就不能断 四地缘起的道理不知道 就叫做法柱子 后面有讲 这个就是疑 对于四地缘起不知 或是不确定 不确定 虽然知道 不确定 那么就是有疑 那么这个 不肯定 不笃定 不确定 那么你就没有疑 你就没有办法断身见 重点是断身见 这个叫路流 这个叫一往来 有时候叫一来 一往来 俄国一往来 那么 一来一往来一往往生天上 我看他这里是写什么 有些想一来 有些想一往来 欲入法流 成为圣者 那俄国是一来 他写一来 那俄国叫一往来 一来 那么一来就是什么 来人 来就是来人间 来人间 来遇见 来是来人间 来遇见 其实是来遇见 那但是他不会到其他地方去 他不会到 他要先往 他先往 也许叫天上 那有时候叫一往来 他往生天上 欲界天 色就是天 无色就是天 不一定 但是他还会再来 来人间 那所以来是来人间 他是断什么 他没有断什么 他就是在断三结的情 因为他对四弟已经了解了 所以他知道修行就是要断烦恼 他已经确定修行就是断烦恼这件事 那么他不会去 他不会去做除了断烦恼之外的事 以为是修行 他不会把 他不会就是 那么去解手印 那么去持咒 那么就可以断烦恼 他不会这样 所以 这个 他就是什么 所以说 他就是要断烦恼之外 他就要断烦恼之外 他就要断烦恼之外 他在断三结 对佛法的修行没有怀疑 非常肯定 非常笃定的状态下 没有非因基因 没有非法说法 而且他已经断了身件 身件这些断 无名还没断 欲贪 还有贪嗔恼之 身件虽然断 这个身件是分别我件而已 从意识起分别 虚妄分别的我件 他还没有真正 把 把根本的我件 聚生的我质断掉 所以还会有贪嗔恥 但是他知道 他已经把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根本理论 他已经掌握了 所以他整个修行 都是在薄贪嗔恥 就是减少薄贪嗔恥 或者关五蕴或者关六蕴 那这个宝就是我们说 他可以控制调服 调服烦恼 这个宝就是调服烦恼 调服烦恼一定建立在 控制烦恼的层次上 他心有力量 那调服烦恼 基本上就是烦恼的时间 烦恼的时间缩短 他就变薄了 烦恼的时间缩短 那么不会因为烦恼 重大的烦恼去造重大的恶业 烦恼的时间缩短 他就变薄了 有的人一气三年 有的人一辈子三十年 心里面还有怨恨 有的人三年 有的人三个月 有的人一个月 一个人一半 有的人怎么样 一天 有的人半天 有的人一个小时 不气不气 有的人爱 很贪爱 不舍 一辈子 都念念不忘 有的人三年 有的人一年 不一定 这个时间 但是你就是会缩短 因为你知道过犯在那里 烦恼的时间会缩短 烦恼的次数会减少 烦恼的次数会减少 因为这样起烦恼 一天起了五六次 现在一天只起两次 那减进步 基本上是这样 烦恼的程度会减轻 那么你不会这个也烦恼 那个也烦恼 那么你烦恼的种类减少 你的次数就会减少 那有时候 你对这个东西一直在烦恼 你可以 你知道你要对峙 不像你咳嗽 一直咳一直咳 跟偶尔咳 那是不一样的 那但是 你病友比较好 就表示你吃了这个药 你本来一直咳 一直咳 一分钟咳个十几次 现在一分钟只咳个三次 现在三分钟才咳一次 那现在就减少了 那么 那后来就变成 稍微有吹到风才会咳 没有吹到风不会咳 就变成你咳的次数减少 那个就表示什么 你的病情减轻了 那你烦恼的次数减少 就表示你的烦恼减轻了 就变薄啦 变薄 如果没有呢 那就是重 那就是厚 厚重 那么薄跟轻 第三个就是你的程度 烦恼的程度 烦恼的程度减轻 变轻 那么减轻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咳 你咳了 咳了就会痛 现在咳了不痛 你以前生气起来 会拿石头丢人 现在不会啦 现在只会骂人 以前骂人 骂得很刻薄 现在不会 现在稍微骂一下 那以前要骂出来 现在不用 现在骂在心里 那已经是什么 已经是减轻了 那你就是要这样训练 要先觉察控制 所以他就是要觉察 觉察你才会控制吗 控制 你有心去控制 你才越来越轻吗 调伏吗 最后才能断除 他就是烦恼的时间开始缩短 烦恼的次数开始减少 烦恼的程度开始减轻 那么他就是进入 薄贪嗔痴的阶段了 好那开看 这个贪嗔痴就代表烦恼 就代表烦恼 好那山果 山果叫做不来 所以我们说这个来是什么 来这个人间遇见 他不来啦 他为什么不来 他没有来的因缘 我们为什么来 因为我们有欲贪 我们有贪 有欲贪 烦恼都有啊 三国也有烦恼啊 他为什么不来 出国二国三国都有烦恼啊 但是他没有欲戒的烦恼 他把欲戒的烦恼断掉了 所以他不来 不来人间 他是不来人间喔 但是他有没有生死 有他还有生死 他还有一次生死 他不来他去哪里 他去五不还天 所以他断了什么 他断了 他断了 玉滩跟撑 滩里面 他断了玉滩 滩有玉滩 色滩 无色滩 他把玉滩断掉了 那玉滩断掉 撑就会断 撑是伴随着玉滩的 所以他把玉滩跟撑 这两个烦恼断掉了 那我们是 所以你看 有滩之有滩 有撑之有撑 我们是先 我们是在这里 有时候我们会不断来 那么他把这两个断掉 那这个叫做什么 这两个断掉 他薄滩层之 他这个也断掉 他三结本来就断了 他也断三结啊 但是他断三结的层次下 他的烦恼比较薄 那么玉滩跟撑比较薄 滩层次比较薄 他也断三结 就一直下来的嘛 三结断就断了 他不会再有了 他也断三结 那三结就是三种烦恼 建烦恼嘛 那加上这两种 这两结 两种烦恼 所以就变成什么 五结 就变成五结了 断了五结 那这五结 因为他是玉戒的 玉戒叫下戒 我们是在玉戒 在我们上面是什么 色戒无色戒 在我们上面是色戒 色戒的上面是什么 是无色戒 所以从我们来看 这个叫做上戒 那我们跟上面的来看 我们就叫做下戒 断五下分结 所以我们就叫做断五下分结 所以我们就叫做断五下分结 五种下戒的烦恼 所以三国就叫做断五下分结 好 那么四国阿拉 他叫做什么 他有三个名称 这个叫做陆柳 他又叫做虚陀寒 我们写在这里 这个叫做虚陀寒 虚陀寒是范语 他翻成起来就是陆柳 他这个叫做施陀寒 翻起来叫做一来 寒就是来的意思 三国叫做阿纳寒 阿纳是不来的意思 阿纳寒 那就是不来 那不来他去哪里呢 他去五不还天 或叫做五阿纳寒天 不还 阿纳寒 五阿纳寒天 阿纳寒 或叫做五禁居天 禁居 五禁居天 那这个是在哪里 这个是在哪里 在射戒 射戒有十八天 射戒有十八天 初禅二禅三禅各有三天 四禅有九天 九天里面 后面五天叫做五不还天 无凡无乐 善见善陷射就禁 Carlo 苏重之异 五分无限 无凡无乐 善陷善见 射旧禁天 最高的 射戒顶 这个叫做五不还天 叫做五禁居天 那么圣者是到这边 那就在这里哪一天不知道就在这里怎么样 正阿罗汉解脱 他会生到这里所以他有一次的生死 他有一次的生死 他死了之后还会生到什么 这一次死了之后在人间死了之后他不来 他会生到五不还天 生在这里然后在这里正阿罗汉 路涅槃死也有一次的生死 这里他有两次他会先生到天上 生到一般在欲戒天 一般在欲戒天 比如说几个例来讲佛地址里面 这个三国的圣者比如说在家的来讲 那么植多长者植三国 那他生到五不还天之后 他又来人间一次 但是他来的时候 三国的圣者来的时候身体很软 所以他要有一些座义 他才有变 他能够站立 那么他来了之后 听佛说法他又上去了 他就在那边怒念旁 那么俄国 比如说植多长者是正三国的 俄国比如说露朱尤婆尔的叔叔 叫做黎斯达多 他的爸爸叫做富兰娜 那富兰娜跟黎斯达多都正俄国 生到哪里 生到多算天 那也有可能生道立天的 反正就生到一届天 主要是在一届天 那基本上他还有还没离遇 还没离遇 那他的爸爸富兰娜 露朱尤婆尔 ям 主要是他 他我要超 Win 机尤玛尔的 只能ulation 比如说 身边痴 這一個在家居士 他的爸爸父親叫做富蘭娜 富蘭娜 他的叔父 他的叔父 叔叔 叫做黎斯達多 他的父親修犯恨 雖然修犯恨 但是他還是生御戒天 因為他雖然是修犯恨 但是他沒有斷御灘 他並沒有斷御灘 修犯恨不一定斷御灘 比如出家人有說修犯恨 但他也沒有斷御灘 沒有正 那麼他修犯恨 就是沒有家庭生活 沒有夫妻生活 他的叔叔沒有修犯恨 不修犯恨 他是黎五御的 黎五御但不一定斷御御 你黎五御但你內心沒有斷御御 你沒有斷御灘 但是你黎五御就叫修犯恨 那修犯恨如果你修得好 會生粗殘 生粗殘天 粗殘天是色界天 但是你要黎五御御才行 那就是你要斷這個浴灘才行 那黎斯達多不修犯恨 但是都生到哪裡 他們死的時候 佛陀說這兩個人生到哪裡 生到多帥天 我們說弥勒菩薩在的那裡 他生到多帥天 那他的女兒就覺得說 為什麼我爸爸修犯恨 我的叔叔不修犯恨 他們兩個都正恶果 都正恶果 都正恶果 不來 不是不來 一來一往來 正恶果 生多帥天 那修犯恨有什麼殊勝 沒有 他說 他說因為你爸爸的 他是以智慧勝 他是以戒律勝 犯恨勝 戒律就是犯恨 他主要是犯恨勝 他是智慧勝 他說如果富蘭娜 犯恨還能夠有 黎斯達多的智慧 那麼他會超越惡果 他會怎麼樣 他不只在多帥天 如果黎斯達多智慧這麼高 他能夠修犯恨 他就會超越富蘭娜 不只是惡果 其實這樣 那你說 你看 這裡 這裡基本上就是要把玉灘斷掉 如果 三果就把玉灘斷掉 那不來 不來生到五不還天 那俄國有可能 如果是出國的 出國多數我們看到的 升到刀立天 刀立天就是地居天 在最低的天 那麼四王天是他的將領 所以刀立天是第一層 第一天當然是四王天 但四王天是守護刀立天的 所以他基本上是同一個天 那升到刀立天 刀立天上面是燕摩天 因為摩天上面就兜蒜天 兜蒜天上面花樂天 花樂天上面踏花自在天 再上去就色戒 就出殘天 上戒的頂叫做五不還天 那五不還天再上去就無色戒天 那聖者不會生到無色戒去 不會 那麼四果 四果叫做阿羅漢 把這個講完 幾分鐘就好 阿羅漢有三個意識 這個是不來的意識 不來人間 然後再一次的生死 這個有兩次的生死 生到玉戒再來人間一次生死 生到天上一次的生死 他有兩次的生死 生到天上一次 在人間又一次 兩次的生死 然後最後在人間 正阿羅漢 就兩次 那這裡不來人間 就在天上 無不還天正阿羅漢 這個要七次 七次也有可能是十四次 就人天人天這樣一次 因為他這個一來 一往來也是天上人間來一次 如果這樣的話 虛頭反就七次 天上往來 那有一些說天上一次 人間一次 就講的不一樣 那沒關係 他就是他不一定要七次 他有時候下一次就對阿羅漢 要看他用不用功 善根成不成熟 那阿羅漢有三個意識 硬貢無身殺戒 他這裡就是一個意思而已 硬貢無身殺戒 硬貢殺戒無身 他把煩惱斷禁 他應受人間供養 他不會再有生死 一次都沒有 所以他正無身 那斷什麼呢 斷最後的煩惱 叫做五上分戒 因為五下分戒已經斷完了 欲戒的煩惱都沒有 只剩下上戒的煩惱 那上戒的煩惱有什麼煩惱 色灘無色灘 色灘無色灘 銀蘭油灘阿油 他把它斷掉了 色灘無色灘 然後釣舉 然後慢 維繫的瓦慢 然後最後的什麼 最後的聚生我只無名 斷掉了 那就沒有煩惱了 就沒有煩惱了 五下分戒 五上分戒 三界的煩惱都斷進 正阿羅漢不會再有生死了 其實是這樣 因為時間到了 那這裡說到 這裡就說到 這個出國二國 三國四國 我們看在哪裡 那麼這裡說到 那麼斷三節 這前面講的都是一樣的 我就大概跟大家講過 最多七番生死 就十四次 人天就生死生死這樣 那有些說七次 有些說十四次 那他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一旦路勝流 生死之間 他只來人間 他不會斷三二道 他只在人天 人間天上 人間天上這樣 他絕對不會斷三二道 那麼這個是這樣 所以他說 究竟解脫聖者的尊稱 就是阿羅漢 一修道解脫來說 這是最究竟的 所以四尊在四手 也被稱為阿羅漢 好 那阿羅漢還有很多的不同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不是等一下 下一次再來講 好 那先講到這裡就好 因為時間到了 好 大家合掌回向 願以此功德 不及於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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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